北京西单商业区建筑物坍塌事故的事发现场 今天有了新的消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事故的伤亡人数有所上升 已经达到26人 其中6名工人遇难 20人受伤 另外还有工人被困在楼中 事故的搜救工作令人关注 现在是事发之后的第三天 我们再次来到了事发现场 依然可以看到有大批的警员在维持秩序 因为地处繁华的商业区 所以我身后的这条街道已经暂时的封闭起来 为了确保救援的顺利进行 根据搜救援的证实 目前大楼内至少还有两位工友 他们生死未卜 那这两天北京的 今天风吹过来 我们也可以明显地闻得到空气当中 有消毒水和酒精的味道 从事故现场封锁的入口进入坍塌的工地 首先要经过一段脚手架搭建的工棚 再前进30米左右 就达到了这次坍塌事故的中心 目前的现场比较起事发当晚已经整齐了很多 这是一个大约400平米的工作面 断裂的钢筋 坍塌的大型模板 成堆的已经变形的脚手架清晰可见 在废墟上有一台大型的挖掘机在不停地工作 抢险人员一边用手推车将一车车清理出的扎土运出现场 还有数十名安全帽的抢险人员在不停地使用各种工具进行挖掘 废墟上闪烁火光的地方是抢险工作人员在使用 以缺枪对钢筋 能够切断混凝土板以快快搬出清理现场 搜寻失踪人员 在坍塌现场的一边 排放着一排排以缺枪使用的工业气瓶 在门外更是有气瓶源源不断地运进事故中心现场 根据现场工程负责人证实 目前伤亡人数已经达到26人 其中死亡人数上升为6人 受伤2人 另外还有2人失踪 仍在搜寻 目前事故的所有受伤人员 分别在附近的北京协科医院和武警医院接受治疗 伤情也都得到了控制 中央台记者报道 现在我们就埃及大选的最新情况 来连线本台驻埃及记者梁玉珍 玉珍你好 主持人你好 第九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明天就要在厦门召开了 而在今天晚上有一场特别的活动正在举行 我们现在来连线正在厦门的记者王敦敦 敦敦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那里的情况 好的 现在这里正在举办的就是2005中国新海峡情焰火晚会 我想观众朋友在现场可以看得到 我们这场焰火晚会呢 它主办的地点就是焰火投放的地点 就是明天开幕的第九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主办会场 国际会展中心附近的草坪上 我想观众朋友从我现场的画面中可以看到 北京时间20点50分的时候 第一批焰火已经开始燃放了 首先出现在天空上的就是98金钥匙的这个图案 那这个图案正是投下会的会标 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今天这场焰火晚会呢 它投放地点不仅仅是在厦门 还有对岸的小金门也是遥相呼应 在十分钟之内几乎是在同一时刻 两地共同燃起焰火非常的壮观 其实厦门和金门两岸民众燃放焰火传递祝福已经有好多次 台湾的中华两岸旅行协会旅行品质保障协会等五大旅游行业工会都出现在厦门的首届海峡旅游博览会上 台湾同意表示此行只是民间交流 这次我们来主要纯粹是民间是参加第一届首届的这个海峡旅游博览会以及海峡的这个旅游高峰论坛 去年台湾来大陆的访客有368万人次 而大陆赴台观光只有3万人次 一旦大陆居民访台便为现实台湾多有利好 大陆沿海省份有兴趣到台湾去看一看的这个民众 他说有5000万人次 假设一年开放100万的话 你要开放个50年才光沿海省份想有兴趣到大陆 台湾就看一看 所以对台湾来讲它变成是一个持续的产业 今年5月大陆方面开放了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 但是希望有台湾当局授权的民间机构与大陆磋商具体事宜 这项工作到现在还没有新的进展 种种迹象表明大陆居民要实践到台湾旅游还有待时日 中央台记者王健斌福建厦门报道 由中央电视台台湾TVBS电视台和台湾国际广告协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媒体产业经营策略研讨会 今天在台北举行 来自海峡两岸的广告业者表示 希望进一步加深了解建立更加密切的合作关系 大陆访问团一行20多人在台北与70多人